天气冷嗖嗖 手脚冰冷 民众套上黑色长靴 不只鲜腿长 膝盖一下也多一层笼罩 会比较偏向于穿靴子类型的 当然把自己包得越紧得越好 所以长靴可能会是首选 不想走路卡卡的 有人看上中低筒靴 毛茸茸的内衬 柔软又保暖 又或是穿上袜靴 随着天气传达调整长度 各式保暖鞋都成了淑女首选 卖的比较好的不外乎就是靴子 那油漆里面就是有保暖的 设计的有一些毛的 业绩的部分就是对比去年同期的话 大概是成长了二到三成 天冷其实是有带动我们的买气的 寒流来袭不止鞋业业绩高 保暖衣物也连带飙涨 想要再更保暖 还可以把它绑起来 人装店涌入大量人潮 油漆外套大衣区 消费者试穿挑选 卖气啥啥叫 这一波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人潮 那业绩成长比一般平常一到五 都还要至少多了二十趴以上 过去不少人爱碎 但现在更多人崇尚传达好看 也要传得暖 有业者分享传达秘诀 走出户外不怕冷到皮皮串 里面的话我会建议加一件帽梯 像是做搭配 然后如果你个人比较怕冷的话 里面可以再搭一件保的发热衣 外面的话它是仿风仿泊水的 就你走在室外的话会比较挡风一点 对抗寒流大作战 不只要买对衣服把握穿搭配包 才能事半功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